好,各位同学,经过前面两节课的引入和学习呢,我们已经认识了法语当中的两种宾语人称代词,分别是直接宾语人称代词 me, de, le, la, nous, vous, les,还有间接宾语人称代词 me, de, lui, nous, vous, le,而这两种代词在句子当中的位置呢,都是放在位语动词的前面 嗯,其实这个语发点说起来也是蛮简单的,但是可能和我们平时的表达习惯不同,和英语里的习惯也不一样 所以呢,我们还需要通过更多的练习去熟悉它 那有一些考虑的比较多的同学呢,可能就会想到两个问题 而这两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要带着大家一起解决的 那首先第一个问题呢,大家有没有考虑过,我们在前面两节课当中举的例子呢 都是直成是现在时的情况 那如果这个句子用到的是过去的事态呢 比如复合过去时,我们知道还有一个住动词对不对 那在句子当中有两个动词的时候 我们的这两种兵语人称代词应该放在哪里呢 这是第一个问题,在过去的事态当中,代词的位置 第二个问题呢,这两种兵语代词都是放在动词的前面 那有没有可能一个句子当中,两种代词都出现了呢 如果有这种情况,他们的位置又应该怎么样来放呢 这两个问题就是我们通过今天的补充学习,要给大家展开的 那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在过去的事态当中,并语代词的位置 那我们先回忆一下到目前为止,我们学过的主要的两种过去的事态 一个就是passé composé,还有一个是un parfait 而这两种事态呢,又恰好对应了我们法语当中的两类事态 第一类叫做简单事态 所谓简单事态就是说,这个动词在这一时态下的变位呢 是不需要加注动词的,而是直接通过改变词尾来做变位的 那大家可以选一下,在passé composé和un parfait当中 哪一种是简单事态呢 那就太简单了,那就是un parfait,未完成过去时 它的变位是不需要用到注动词,而是通过词尾的改变来做的 那和简单事态对应的呢,我们叫做复合事态 也就是需要用到注动词的事态 比如复合过去时,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复合事态了 在它的名字当中就复合这个词嘛 所以我们今天先认识了简单事态和复合事态这两个概念 那它其实也告诉了我们一件事情 那就是,在之后的学习当中 我们还会接触到其他的一些事态 表达更多的意义 比如说我们在上个单元的最后 那个小短片当中有出现过 il exploser,那个 dans et simples 就是我们在之后会学习到的一种 那大家也可以给它分分类 它是属于简单事态,还是复合事态呢 explosé il exploser 嗯,它也是一个简单事态 没有用到注动词 好,了解了这两种事态的类型之后 接下来我们就看看执兵和建兵人称代词 在两种不同的过去时态当中位置如何呢 我们从简单的说起 如果是在imparfait未完成过去时的情况下 那非常简单啦 因为没有注动词嘛 所以它的位置还是放在变位的动词前面就可以了 比如说很简单的一个句子 je fais mes devoirs 我做作业 那如果把它放在imparfait当中 我当时在做作业 je faisais mes devoirs 我们也可以把mes devoirs 用植兵人称代词 也就是les来代替 所以就是je les faisais je les faisais 非常简单了,对不对 所以这种情况呢 我们就不多讲了 而接下来一种情况 则要复杂一些 也就是在复合事态当中 我们就以复合过去时为例 看一看它们的位置 那我们还是通过两个比较熟悉的动词用法 两个打电话 appler和 téléphone bon,je l'appelle 我给它打电话 那如果要用passi composit来表达呢 大家看一看 叫做je les appellés je les appellés 因为是je appellés je les appellés 这里的这个le一片呢 很显然是直兵人称代词 那我们看一看它的位置 是放在了注动词 e的前面 je les appellés 那第二种打电话 deliphone à quelqu'un 我们这个提前的代词 显而易见 是一个见兵人称代词了 je lui téléphone 我给他打电话 改成复合过去时呢 je lui et téléphone 同样的 见兵人称代词 lui也是放在注动词 avoir的前面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在复合时态当中 包括这里的复合过去时 还有我们以后 可能将要学到的 其他一些复合时态 总之呢 在这些代注动词的 复合时态中 我们的兵与代词 不管是直兵 还是见兵 都是放在注动词的前面的 je l'appli il lui a téléphone bon 这是第一点 那我们再回去看 je l'appli 这个句子 有没有看到 appli的后面 有一个括号 它是什么意思呢 诶 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啊 大家下面一定要仔细听啊 它呢 其实只有一句话 但却可以说 是我们法语语法当中的 一个小难点 是经常会被同学们忽略 导致做题 或者写作的时候 出现失误的 这一点怎么说呢 我们先来看这样的一句话 以avoir做注动词的 复合时态当中 如果直接兵语 提到了注动词 avoir的前面 那么过去分词 就要和提前的 直接兵语做配合 确实 这个语法点呢 就这一句话 但是里面却有很多 值得我们去深究 值得我们去练习的东西 那我们可以先看两个例子 来理解它 第一个例子叫做 je mange lipom 我把那些苹果吃掉了 je mange lipom 那这里的lipom 做的是动词 mange的直接兵语 所以我们可以用一个 直兵人称代词 复数形式的lip来代替它 对吗 那在一个复合时态当中 lip放在注动词i的前面 所以是 je les z mange 这一点应该没有问题吧 je les z mange 而这时候呢 就符合我们刚才的那句话了 它是以avoir做注动词的 复合时态 符合过去时嘛 对不对 直接兵语提到了avoir的前面 有没有呢 这里的lip代替lipom 做的是mange的直接兵语 它确实是在注动词avoir的前面 那在这个情况下呢 我们的过去分词 mange 就要和提前的这个直接兵语来做配合 也就是和lipom进行配合 变成阴性附属的形式 因此我们最后得到的句子就是 je les z mange 通过这个例子 大家有没有更好地理解这句话呢 那我们可以再看一句 I la u Se gammahad 他看见了他的同学们 I la u Se gammahad 那如果要用兵语代词来代替 Se gammahad 他的同学们 我们也是用直兵人称代词 复述形式 le il les z 那么同样的 这个时候直接兵语le 也是提前到了注动词avoir的前面 所以呢 过去分词与也要和它进行配合 变成附属的形式 il les z v 通过这两个例子 我们就可以更好地来理解这句话了 我们再读一遍这句话 在以avoir做注动词的复核实态中 如果直接兵语提到了avoir的前面 那么过去分词就要和这个提前的直接兵语进行配合 这里呢有两个需要注意的地方 第一个是以avoir做注动词的复核实态 我们来回忆一下当时在学习复核过去时的时候 刘宇老师是不是曾经和大家讲过 如果是以avoir做注动词的 那么一般情况下过去分词是不需要配合的 对不对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说了一般情况下 我没有下定论了 因为我们还有这样的一条 所以同学们关于巴西公布z的那页笔记上呢 也可以加上这一条 它在这一种情况下是需要配合的 这是第一点要注意的 第二点呢 我们注意直接兵语这个词 也就是说只有直接兵语提前了 是需要做这样的配合的 如果提前的是间接兵语呢 就不需要了 比如说 il lisa appellé lé做的是appellé的直接兵语 所以appellé是需要和他进行配合的 那如果我们用deliphony呢 il l'heure a deliphony 提前的这个l'heure是间接兵语 所以它是不需要配合的 大家注意这句话哦 它也是经常会出现在考题当中 当作陷阱的 一是考察我们有没有掌握好 这一个语发点 二呢也是考察我们对于appellé igelgan和diliphony agelgan 这两个动词不同的用法 有没有进行区分 所以这也是提醒我们啊 动词的用法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我们之后也要渐渐的注意起来咯 一起来做个小练习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搞定了第一个问题以后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问题 如果这个句子当中既有执兵人称代词 又有见兵人称代词 那它们的位置是怎么样的呢 所以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语发点 叫做双兵语代词的位置 没错啦 它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语发点了 因为它乍一看还蛮复杂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来看这样的一张非常经典的图 这是一个毛毛虫 那它的身体呢 就画出了法语当中代词使用的位置了 那我们先看它左边的这三节就可以了 右边的这个on e可以先放一放 其实它们也是法语当中的代词 那我们之后才会学到 而前面的三节呢 里面放的就是我们刚刚学到的 执兵和建兵人称代词了 来看看它是什么样的顺序呢 me de nouveau在最前面 le l'aller在中间 lui和leur在最后 我们举一个比较形象的例子 比如说 je donne mes documents au directeur 我把我的这些文件交给经理 donner mes documents au directeur 这里用到的动词的用法是 donner quelque chose à quelqu'un 所以这里的me document就是一个直接兵语 它可以用直兵人称代词 哪一个呢 表示复述的le来代替 而后面的au directeur 则是间接兵语 它可以用建兵人称代词 lui来代替 那么接着我们根据这个毛毛虫身体上画的位置 我们看到le应该在lui的前面 对不对 所以这两个成分 如果都要用冰语代词来代的话 我们所得到的句子就是 je l'aller lui donne je l'aller lui donne 我把它们交给他了 je l'aller lui donne 好 我们再看一个句子 il demande le numéro de téléphone à cette fille 他问这个女孩要电话号码 demandé quelque chose à quelqu'un 问某人要某样东西 那这里做直接兵语的 le numéro de téléphone 就可以用直兵人称代词 le来代替 而做建兵的 asset fille呢 可以用建兵员称代词 lui来代替 那我们还是根据毛毛虫身上的顺序 我们就可以得到 il le lui demande 这样的句子了 那这是 他问那个女孩要电话号码 il le lui demande 那如果他是问我要电话号码呢 也就是我们换一个人称 那这个我呢 做的也是间接兵语 我们可以用建兵人称代词的第一人称单数 me来代替 那me和le的位置怎么放呢 还是看这个毛毛虫啊 me应该在le的前面 所以是 il me le demande il me le demande 同样是要电话号码 跟他要和跟我要 这个句子的顺序就不一样了 那他不一样的依据呢 完全就是根据这个毛毛虫身上的这个顺序来进行排列的 那同学们应该已经看出来了 毛毛虫呢 只是一个假象而已 实际上它就是一张表格嘛 那如何来记忆这个表格呢 有的同学如果图像记忆能力比较强的 那么你直接记住表格也是可以的 有些同学呢 这一方面不太擅长 想着我每次用这几个代词的时候 还要把整个图画出来 太麻烦了 那你可以这样记 我们来看一看 它的排列有什么特点呢 有没有发现 第一第二人称永远是优先的 第一列 他们都是第一第二人称的 并语代词 而且呢 可能是执兵 也可能是建兵 因为他们的形式是一样的 对吗 所以如果出现了第一第二人称 他们永远是优先的 那如果是第三人称呢 也就是第二第三列 我们会发现 执兵永远在建兵的前面 对不对 所以这样记呢 也可以 当然了 不管你怎么样 来记住这张表格 我们最终要达到的目的呢 当然不是说话的时候 迅速的去从表格里选择 其实在通过大量的练习以后呢 我们自然而然就能够掌握这个规律了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语感出来了 到时候呢 就不需要再用到这张表格了 不过在当前阶段 我相信这个猫猫虫对于大家来说还是挺有用的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一句 他拿这些问题去问他的老师们 那么这里的 是做直接兵语 我们可以用 来代替 而 应该用 建兵人称代词 第三人称 复述的形式 也就是 来代替 那我们再根据表格 如果都是第三人称的 那执兵应该放在建兵的前面 所以是 il les leur pose il les leur pose bon 那现在如果我要把这句话改成 passez con pose 呢 也就是 他已经把这些问题拿去问过他们的老师了 也很简单 pose 应该用avoir做主动词的 而两个兵语代词呢 都应该放在主动词的前面 所以是 il les 有没有忘记什么呢 诶 这里的直接兵语 les代替的 c question 是不是也出现在了主动词avoir的前面呢 所以我们就要非常敏感的想起那一句话 大家可以看着和剑上的这个tip 在心里再默念一遍 当然也不能小和尚念经一样啊 我们要能够真正的理解它的意思的 这句话呢 确实是以avoir做主动词的复合时态 那直接兵语les又在avoir的前面 所以这时候过去分词 就要和les代替的c question 进行配合 il les leur a pose 变成阴性负数的形式 所以呢 我们通过今天的学习 解决了关于兵语代词的两个问题 不过有一些同学可能会觉得 这好像给我带来了更多的问题啊 因为今天学到的这两个点呢 确实是有一点复杂 我们首先要记住双兵语代词的位置 其次呢 要注意这个复合时态里 过去分词的配合问题 所以呢 也请同学们在课后 好好地去梳理一下 我们本节课当中讲到的内容 该记住的语发点一定要记好 也可以自己找一些练习做作 我们把这两点梳理清楚了 再继续后面的学习 一起来做个小练习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C'est tout pour aujourd'hui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节课再见 感谢观看